香港時間4月28日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4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結束訪華後 中共再派22架軍機侵擾台灣 日本防衛大臣穆元林則宣布 美國、日本、菲律賓和澳洲 在下星期將舉行4國國防部長會議 有分析說美國已經進入戰時時期 當晚結束訪華的布林肯開車前往北京機場 途中他臨時措訪了位於798藝術區的 來派黑膠唱片店 購買了美國樂壇天后泰勒 和中國搖滾歌手鄧維的專輯 同行的還有美國駐華大使白欣斯 布林肯說 泰勒斯威夫特是美國成功的文化輸出代表人物 這名62歲的音樂愛好者也形容 音樂是跨越地理距離的最佳連結 美聯社分析說布林肯的這一舉動頗具象徵意義 他在三天訪華期間 致力推動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但是該通訊社補充說 泰勒的午夜和逗為的黑夢 同樣可以代表全球兩大經濟體之間 深陷困境的關係中 看似難以解決的分歧 布林肯前腳剛剛離開 台灣國防部長表示 從27日上午9時30分起 已經政策有22架中共軍機在台海附近活動 其中有12架已經越過台海中線 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北部以及中部地區 同時美國、菲律賓和法國三國多邊海上演習 進入第三天 美國和菲律賓的軍艦 進入菲律賓領海外的南海海域之後 沒多久 就遭到中共海軍艦艇跟蹤和監視 跟隨美國和菲律賓軍艦超過10小時 木原林說 5月2日至4日 他將會訪問夏威夷 並在那裡參加日本、美國、澳洲和菲律賓 四國國防部長會議 將交流對地區安全環境和共同挑戰的看法 並討論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的廣泛具體措施 他說 我希望同盟國和志同道合的國家發出一個強有力的信息 直團結一致 努力實現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和自由開放的印太 另外 在一則《普京計劃》5月訪問中國的短片下 網友一起洗版 中美友誼長傳 有人說中國是民意親美 但政府反美 俄羅斯都不敢這麼明目張膽反對美國 習近平敢 畢竟美軍不打老百姓 只打獨裁者 還有人說 中共、俄羅斯、伊朗、北韓和哈馬斯 是人類文明的癌症 在之前 布林肯曾經說過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以來 中共為俄羅斯提供6,700億美元貸款 這是為俄國侵略烏克蘭輸血 不是正常的貿易往來 他們會因為俄國戰爭失敗付出代價 我們有幾個制裁備案 近日 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票數 通過了制裁俄羅斯和伊朗的法案 有關印太地區 援助烏克蘭、以色列和TikTok有關的法案下 近日 網傳一篇評論認為 表面上是一個對國外的援助法案 實際它是一個 美國參戰決議和對敵宣戰書 之前 眾議院議長約翰遜在聲明中說 自己是戰士議長 這表明 實際上美國已經對敵宣戰 並且參戰 這次的法案中說 擊敗對權力無限渴望的暴軍和獨裁者 我們不會離開盟友 不會放棄自由 不會放棄人權 不會放棄民主 X帳號羅長回應說 布林肯的訪話就是最後一次的警告 實際上宣告獨裁專制 將在全世界必定要滅亡 全世界必定要進入全面民主自由新時代 其實 印太戰略已經講明了一切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26日結束了3天的訪華行程 離開北京 今次訪問在關鍵爭議的問題方面 沒有什麼進展 雙方陷入對峙的關鍵議題包括 中共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提供支持 中共在台海和南海製造緊張局勢 以及中共的產能過剩問題 中共試圖干預即將在11月舉行的美國大選等 不過雙方通過交流合作 試圖緩和了緊張氣氛 這樣接下來 美國會在哪方面對中共進行制裁呢? 本台記者黃線 27日就採訪了時事評論員藍述 他表示 美國會在3方面對中共進行制裁 布林肯今次訪問北京的一個最主要的目標 是管控風險 既然要管控風險 他就不可能一次過做一個非常大的動作 然後造成雙方關係的一個顛覆性改變 這個不可能 估計貿易、金融和科技這三方面的制裁 會逐步升溫 這三方面都牽扯到中共對俄羅斯的援助有關 藍述認為 在台灣賴清德總統宣誓就職之前 美國方面會比較克制 他說美國對中國主要的六大銀行進行金融制裁 這個可能性不是太大 可能會制裁一些和俄羅斯之間進行交易的這些小銀行 另外會對中國國內的一些公司機構進行制裁 進入6月份之後 這個貿易戰會逐漸升溫 反正主要的是由科技、經濟和貿易這三方面 逐漸加大對中共的制裁 估計在5月20日之前 台灣的賴清德總統宣誓就職之前 美國方面不會有什麼非常劇烈的動作 最後藍述表示 中共有稱霸全球的理念 不可能和美國達成協議 他說布林肯在要求中共停止援助俄羅斯這件事上高 雙方達成不了任何協議 這是意料中事 因為中俄之間是長期的戰略夥伴關係 美國剛剛決定向烏克蘭提供610億的軍事援助 這樣在這個情況下 中共不可能眼白白看著俄羅斯輸這場戰爭 所以中共不能停止對俄羅斯的援助 而且普京在5月份就要訪問北京 所以說布林肯和中共之間達成不了任何協議 這是不奇怪的 中共雖然口頭上硬 但是面對各國不斷出爐的抗共大動作 外界不斷看到它外強中竿的一面 近日德國逮捕為中共從事間諜的嫌疑犯 北京反而以此召見德國駐華大使 針對中共商標 在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 遭遇外媒記者前後夾攻的質疑和追問 著實令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難堪 另一方面 日本已決定派出有作戰裝備的特別警衛隊 支援印太島國 中共反應強烈 德國外交部發言人4月25日說 德國駐華大使當日被北京召見 以回應德國指控幾個人涉嫌中共間諜活動案 另外 中共駐柏林特斯已經在這星期較早的時候被德國召見 聽取德國對正在進行的中共間諜活動調查明確立場的通報 23日德國選擇黨一名歐洲議會議員的華裔助手郭建被捕 他涉嫌向中共情報部門傳遞歐盟內部討論的信息 以及對海外中國異議人士從事間諜活動 之前德國在另一中涉及向中國輸送敏感技術 用於軍事目的案件中逮捕三人 這些行動反映了歐洲對中共間諜活動的更廣泛擔憂 德國駐中國大使富庸 週四在社交媒體X上證實 他被北京召見 他表示 第一德國絕不容忍德國境內發生任何間諜行動 無論是來自哪個國家 第二德國通過法治手段來保護我們的民主和法治 第三德國聯邦總檢察長領導調查工作 最終將由獨立法院對常述指控作出判決 26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土耳其阿納多勞通信社記者 就德國駐華大使被招見一時提問 請汪文斌介紹為何要召見 以及被召見時談了什麼 汪文斌避開了提問 並斷言否認間諜活動 但他沒有給出任何證據 他說 所謂的中共間諜案 迅速無終生有 中方已經就德國的無端指責 向德國提出嚴證交涉 但他也沒有做出任何中方會不會配合德國調查的表態 而是再次搬出老一套駁斥西方的言論套路 中共說堅決反對 停止惡意炒作 停止反華政治鬧劇 結果汪文斌的教科書回答 不幸撞了板 彭博社記者追問說 2022年3月31日澳洲駐華大使抱怨其請求旁聽成雷的庭審被拒 成雷當時被指控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 當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回應說 中國是法治國家 司法機關嚴格依法審理案件 並充分保障有關人員的各項訴訟權利 發言人還說 有關方面應切實尊重中共司法主權 不能以任何形式干預中共司法機關依法辦案 記者追問說 為什麼當時副關漢大使評論中共的法律制度是不合適的? 而這次中共召見德國大使抱怨德國的法律制度是合適的呢? 面對西方記者直接駁斥雙標 汪文斌無法回答 他說 我認為你將兩者相類比是完全不合當的 然後汪文斌辯解說 我們多次強調所謂的中方間諜威脅論 迅速無終生有 汪文斌還補充說 我想你應當清楚 這個不是什麼司法體制的問題 但是 他仍然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或細節 這個可能是一直以來 按照教科書來回答提問的汪文斌 少有的尷尬場面 另外 有日本媒體報導指出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特別警衛隊 將被派遣至印太地區 強化並支援日本海巡機構的登船臨檢能力 報導指出 這是日本自特警隊成立後 首次派遣對海外機關提供支援 由於中共正在不斷透過經濟投資、物資支援等手段 加強對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 日本派遣特警隊的目的之一 就是希望可以加強與印太地區國家的關係 日本海上自衛隊最高層的海上幕僚長 相當於海軍總司令酒井良表示 目前日本已經接到多個太平洋島國的請求 計劃讓特警隊 針對個別國家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 特別警衛隊擁有多種能力 能夠提供各種支援 日本派遣特警隊的消息傳出之後 中共騰訊網軍事專欄作家李莉譚認為 日本派駐的特別警衛隊 是遞屬於海上自衛隊之下的一支特種部隊 屬於軍事力量的一環 李莉譚指出 日本特警隊看來好像在執行海盜相關的任務 而海盜的身份是由自衛隊認定 幾乎可以要求任何疑似會對日本構成威脅的船隻 強制停船並登船檢查 同時特警隊有自己專用的作戰裝備 整支部隊的使用具有非常大的彈性空間 李莉譚強調 日本海上自衛隊派遣特警隊 是為了擴大在海外的影響力 以及實際控制力是非常危險的舉動 外界解導認為 面對各國的中共 表面的強硬其實是心虛的表現 就好像曝光出來的影片 習近平在接見布林肯之前表現出的座立不安 但真正接見的時候 又故意在布林肯面前 擺出盛氣凌人的架勢沒有區別 而美國眾議院4月20日通過了給予烏克蘭、以色列和台灣 一共950億美元的援助的議案之後 令中共驚恐萬分 氣急敗壞之下用自私、傲慢、偽善和醜陋等強烈的字眼 欲罵美國 根據很多時事評論人的分析 如果普京戰勝烏克蘭 哈馬斯和伊朗在中東前駐以色列 美國將顧不想協助台灣進行防備 這樣中共將會趁機武攻台灣 這是中共黨魁的強國美夢 不過由中共在背後支持 由普京親自點燃的入侵烏克蘭戰爭 竟然演變成了全球民主國家團結一致 為打敗邪惡俗心國而出錢出力 中共這次不是搬起石頭摘自己的腳 而是發動了一場自掘墳墓的毀滅之戰 我們來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共官方要發揮國有金融資本 對市場的主導作用 打造金融國家隊的消息一傳出 互心股市4月26日微升 也很快成為中國財經博主討論的熱門話題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打造金融國家隊來源於中共的舉國體制 實際上是扼殺了中國的金融業 中共實際上是一種倒退 走回經濟計劃的舊路 謝田27日向本台記者黃曉表示 中國經濟衰退 股市樓市都倒退 所以金融形勢非常嚴峻 在這個時候 中共想打造金融國家隊 要組建巨無霸 實際上是挺滑稽的事 中國確實很容易造成 將各種各樣的券商 公司以及股東 都組合成立一間最大的公司 但是並不是說一間巨大的公司 就可以用來節省成本 高效率地運行 實際上 中共可能瞄準了美國的一些高盛 摩根大通這些華爾街的大公司 華爾街的大公司 也不是以國家的力量組合的 他們完全是通過市場的力量 來自己發展 自己組合 也有自己的淘汰 謝田解釋說 中共希望加強政府的經濟管控 結果會適得其反 他說中共將這些公司搞個國家隊 超巨無霸式地合併一起 反而因為機構勇腫龐大 效率變低 沒有競爭的話 它實際上變得缺乏創新 缺乏成本控制 缺乏競爭力 只有公司之間的互相競爭 才能夠令他們各自運行得更有效 這種融合一起 形成一間巨大的公司的做法 實際上來源於中共的舉國體制 並且一旦成為舉國體制底下的 這種國家隊 這個官僚效率低 腐敗肯定會重生 美籍華人經濟學家程曉龍說 專制國家的經濟 本來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 強力推動的 中共不斷直接插手各種經濟活動 由禁止企業拋售股票 到指令銀行承接地方的債務 再度加強對金融業的全面管控 此外 也禁止中國的經濟學者 發表不利於當局的言論 嚴厲打擊外國在中國的市場調查機構 所有這些做法都是為了一個目標 就是不准暴露中共制度失敗的嚴重經濟後果 最終結果就是有病死撐到最後一天 謝田表示外商都撤離中國 所以他對外商 對世界金融 應該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但是對中國國內來說 因為他實際上 是更多政府的控制和壟斷 他會令金融成本增加 對這些小戶散戶 股民和這些小企業來說 實際上是不利的 因為他們沒有競爭對手 所以大家都只有一個價錢 一種服務 服務質量也很差 實際上是握殺了中國的金融業 那實際上是一種倒退 走回計劃經濟的舊路 那乾脆就取消金融業算了 把股票也接了就算了 他又想要現代股市和金融市場的融資能力 但是又不讓市場經濟自由發展 自由競爭的空間 所以中共基本上就是 他的願望和他的做法實際上是背道而馳 中國廣東 27日出現猛烈強對流天氣 多地下冰箔 根據網上圖片顯示 冰箔好像雞蛋那麼大 最大有足球那麼大 稱得上是致命的尺寸 有家養的雞被摘死 除了最大的冰箔之外 據官方氣象消息 下午3點多廣州市白雲區中樂譚鎮出現龍捲風 綜合中國大陸媒體的報導 廣州市多個區域 27日發出龍捲風警報 預計最大震風達到11至12級 警報顯示受低壓槽持續影響 廣東沿岸地區天氣惡劣 有民眾拍到恐怖的龍捲風引發高壓線5次爆炸 黑雲壓城就好像災難片 4月27日下午3點左右 廣東增城區和白雲區發生龍捲風 最大陣風11至12級破壞力驚人 狂風引起高壓線短路爆炸 發出搖眼閃光 龍捲風剛剛過境 雞蛋這麼大的冰箔就摘下來了 廣州多區暴雨紅色 雷雨大風紅色 冰箔橙色預警 有民眾拍到 冰箔最大有足夠那麼大 這次大風、強降雨、雷電極其猛烈 致災風險極高 廣州市普遍出現強風、短時強降雨和強雷電 其中天河、月秀、海豬、潘雨等區 清晨升級雷雨大風橙色預警 目前仍有雷雨運團影響廣州市 累積雨量可達50毫米左右 有網友說人類走到了最後 積累落的巨大罪孽 沒辦法還清了 但是中國人巨大的怨氣 就會毀滅一大群人 之前的瘟疫只是很少的警告 很快各種類型的災難會如期而致 金木水火土類災害都要出現 這個對壞人尤其是替中共站台的人 都是滅頂之災 他們無可躲、無可逃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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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